饭食,我们最积极 你们听的是hkbeenut.com 我是何俊仁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 你们听的是hkbeenut.com 我是Daniel Ho 今日,股海变化莫测 有哪一日股开不是变幻莫测 央行货币政策,政府财政政策 石油产量库存,地缘政治局势 社会民生事件 全部都影响全球金股汇债市场 要动释市场走势,掌握各地股市脈搏 就必须先研究美股市场 花生台研究美股节目,美股研究室 是否好呢?不要掌握他们 是呀,那里要骂些 暂时不要去,把他们带回家 就可以了 一把他们带回家,慢慢享受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又回到第二季的美股研究室 今天是5月11日,第九四集美股研究室 今集没有嘉宾,所以交给Niclo和Perry说说什么? 我会说短线应该如何操作 我认为短线应该如何操作 Niclo也会说一些新闻消息 经济数据或其他东西能支援市场 还有很多内容,所以事不宜迟 首先回答免责声明 今天有几个重点 有几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这期有什么好的新闻 其实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的部署是怎样 或者是有做SSR Location 如何做呢 今天讲一下 首先 上星期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升了 其实大家事后都会知道 因为好像又只是纯粹威胁 就是阿武阴和另外来格欺责 亦在香港在大陆 找了刘鹤聊天 其实这也是一个提水的 定时定后提下你吃药的那种 你很付钱的 要服侵啦 你签了交易不是不认责的那种 就变成大家觉得 好似应该不会开拖着的 但是这个 整个问题 其实你会见到特朗普 一直都有主动权在这 始终都是 整个局面主导的 都在他手上 当然要看他能不能连任 但是现在这一刻 其实基本上 很明显就是 都是会用关税这件事去威胁他 老实说 但是你表现看到 其实就是大选始终一定是主赛 我觉得他要搞 就是叫做你再出招 要跟 他的best friend 斗 其实前提是要先连任 老实说 老实说也有一个再出法联盟 没有人会这么猪我 觉得你无端端在这个时候 想对那种事 这个很重要 真的 都是那些slogan 保就业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用在美国也对 保就业 抗经济 真的 没有这些政治的事 我觉得很平常的 很合理 你对着他 我觉得这些事 连任不到才再慢慢搞 未知 还有四年 已经连任不到 这一刻当然 大家一定是要在整个经济 在整个经济 在整个经济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出来 照吵 就是说在美国 就是为大哥 快点复工 真的没有钱花 没有反开 虽然真的派得快 香港 即是你申请也没有申请到 那一批 但他们起码已经有钱贷 但母音也很明显说了 其实未来再推动国会 就是看看民主党那群 过不过 新一轮的 stimulus 那些 package 一定是会推减税的了 所以你会看到 很明显他一定是想尽快在 选之前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这个一定是 特朗普不用想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政治上 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 真的也是很看回 究竟会不会 大家的focus 都会在 究竟復工会不会又爆一轮身 因为现在 最担心是第二波 其实这几天又有些news出来说 其实就算他的确诊人数减少 也不是叫大幅减少 因为他的基数大 十几万 很明显这几天又会有零零星星 例如南韩又说有些 爆了一些雜体 或者是德国那些 去唱棋那一班 所以这个我想也会变成 市场是有点难玩的 因为这些news不断波动 所以是难玩 但你说其实国策有没有变化 就不会的 你看到Marco Rubio的肌肉 对着你 一定会是 例如说是瑞幸那些 最主要是人权报告 推辞 其实就看你开会 看看会怎样 所以 但我觉得 就算是都不会 这一刻可能大家 反过来就可能会有点失望 我觉得他不会 预想他很快会做事 可能顶尽年尾 你真是 我能连任才搞都未必 除非香港的情况恶化得很快 我会觉得 其实香港的情况恶化 对Trump 有利的 是 因为美国三分二人 对于中国人 是没什么好感的 是 但如果你说整个部署上 都进入正题 你看到其实欧洲的经济很差 例如爱尔兰 如果计算短期内 通常计算不足率那些 或者短期没有公开的 那些 unemployment rate 升到28% 也都是一如以往 反应很迟论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因为这个是整个机制上 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不能跟一个极限的政府比较 所以我自己的部署上 我不是很主张 很重货去骂欧洲股 我不是很实诚 所以一定是 如果大家都是反弹的话 我会觉得始终 总体的trend 都是美股最好处 其实这就是党的术语 因为上个星期的数据 其实你会见到浪博 浪博上个星期 其实也比预期好 原本想减22000 结果是22000 22000k 22000k 2000多万 其实实质是22000左右 另外就是加拿大 你看到居住的数据比原本更好 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 没有预期那么差 ITB的股 也是弹得很重要 你会见到 所以当然 反过来今晚可能会会回一些 因为无端端 早两天 没有阻止 Fox 访问 他就说 外国聚会 他觉得会去到25 但是我觉得是正常的 这个reaction 我觉得也是借了一些news慢慢按下去 我会希望大家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说 即是尽量炒 MA应该是 这幅图有点旧 未更新 即是星期五也有升 那尽量是买一些 未是很多人说的东西 即是如果你又升了一层 可能夹上去 一两成那些就不要买 可能会继续被人洗 即是你要玩得很快 即是那些医疗股就是了 是的 即是你不可以 三个星期已经开始 要是你一早还没逼出 那时候 你就会坐在这里 等它开 开中了又吃糊 否则你等它开了 然后才买 但用于平时那种 打算追回勾的那种 基本上就会厉害的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小心的东西 还有不要太集中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它会经常被一些news 这样影响又刮刮刮刮 但在一个很短的range 反而如果你出出入入 又会有很多损耗 因为你无端端 就算一两滴 可能你再停止几次 数损耗得比较大 接着你就要挟 挟的时候就不敢再入科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反而如果你不是炒得好 即是技术未到家 很快捉到的话 就反而不要说真的 很集中一个sector 如果你看到就可以了 譬如上个星期 只炒homebuilder那些 你捉到当然会开心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如果你捉不到 就不如我整周都买了 不然你怎么发 反正你怎么开我都会中 MySBI那些 因为其实是有机会 即是有机会是再反底 星期五就再弹回三滴 这个星期四的图 所以我会expect其实它会 譬如银行股这堆 会在这个位置 大概这些位置 其实不小的都如果计percentage 都有七到八个percent 其实但是会是 在这些位同意无 有机会 但是如果CEO返回夹的时候 那你有机会就轮到 可能之前当炒的踢那些会回 所以是要小心的 如果你的awareness不够 或者敏感度不够 或者你 不是我要上班的 晚上看不太贴 那就要小心 所以你说 譬如做长短仓那些 我不建议做长短仓 其实不如 如果你不可以很贴士看 就不如买 买两边都买 Momentum那些 我觉得那些是一些 很出色的那些leader 即是亚马逊 NVDA那种 你很明显看到 它一定是去最劲的那些 你买 但是你另一边 可能亦都买一些 很残的那些袋贷 当然你不要买 个别一只 可能它真是破产的 好像JCPenney 磨了那么久 终于代表 即是第11 是的 所以是 如果那些股 就不建议你单纸买的 一向都 at least 我也很純疹 如果听我们多的话 这个是要小心 就是选股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些很多人 我知道是骂了 譬如OXY那些 就是跟股神 觉得股神骂了什么 但结果其实 如果你不是说你 你那个亦都不是三进三出 都几次都骂得中的话 即不是下下那么伸手敏捷 其实可能反而你 最后的返回都不够你 乖乖地罵这些最大的 shack phone 升得那么多 其实都差不多整个开 即是如果你低位 50元 但上来都整个水 所以有时 这一轮 选股 如果你想outperform 选股是很重要的 当然 这个好像废话 但是如果不是我就劝你不如 你不想做那么多 就可能都是去买一络个SPY 如果你不想特别选择的话 因为有机会就 可能你买的时候 就刚刚在那个位置 就限制了 即未必说要限制很久 但是你到一个correction 你又可能会怯了 所以TLT 刚才是part one 说了我会说 其实如果长债 我会期待他 这次好像Daniel 这次有机会爆底 因为很简单 其实原样就是 supply太厉害 很久没拿过出来卖 20年长债 之前一直都没有去做这件事 现在应该是趁着 颜色够低 因为原本是加颜色 正所谓借多一点 对 其实他也是一个 债仔 你当然是想借钱 想我借便宜 趁现在是这两年多 最低息的时候 当然有这么多借 所以 你想想财政部 永远通常都是找高佬 找回那些华尔街精英分子去做 这个是没有死错人的 其实 所以我觉得长债 依排也是会 就算不是大跌那种 也会 underperform 如果你是有 做开那些SSR location 我会觉得你 债那边 就是说了 Tresuary那些 是要减少 exposure 当然 也是要看 如果你是做病行组合那些 你就不要动它 没错 那种你就不要自己手痕动它 那种应该跟回 System 就跟System 去做 但如果你说自己 Discretion 会自己动一下 那种你就 减少是应该的 时间我交给Niclo 我说到今天 好啊好啊 等一下 这个照片来的 对了 好的 好 可以的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呢? 有,這句很出名 請到一個嘉賓出來,Tempelton 你今天請了出來,下次你找另一個 他有很多金句,因為現在是五月份 我想一年後回望就知道這一刻究竟是紅市還是牛一 但是我們都要向好的方面看和分析一下,利害我們之所進退 股神其實是三年前說過市網道指可以上10萬點 雖然年初那時候差點去到3萬,現在是24萬 沒錯,關鍵就是這件事 因為我們節目也有很多新手去看 我們先解釋一下 巴西股市就是10萬點 剛才他說道指 其實50年代這個標普500指數 到現在大方向都是向上的 這個引證了巴菲特會見到有10萬點的存在 而且遇到大紅市,灰色是經濟衰退的時候 其實平均都是年半或幾個月至四年 其實都可以再破頂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有兩個機制 就是指數,無論標普500或者恆指都是換血機制 看這個圖都有一些感觸或者唏噓 作為香港人 1997年到現在 原來當年恆指是有33個成份股 沒錯 現在就是50,可見將來應該都會維持 或者只會更多 原來其實現在只是現存只有13間 還會成份股 對,就是說成份股多中 這二十多年內 其實已經新加入或者改變了37間公司 所以 以前大家都很癡迷的 這個叫做什麼 李峰 現在不是成份股 這個施折 施折 施折環球又不是 所以指數長遠是有向上的力量 因為會換一些新好的血 但標普500指數都會是 第二原因就是通脹和公司有實際的盈利 這個就是過去09到19年 標普500的成份公司的 Net Income 和EPS 所以看到其實引證到 好的公司是會越來越賺錢 還有通脹的效應 譬如大家 這個疫情期間有多少 樓上鋪是會業主肯減租 那租金就最反映到這個通脹 所以長遠作為新手 必須要去投資 作為財渣師 就會說這個地產方面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習慣 每月都會去看樓 或者陪自己的客戶去看樓 這個就是反映香港樓市的 中原城市指數 做你的經濟沒有 22年前 就這個100點起價 近年來講的高位就是 反修例風波 6月那一刻 其實去到近年高位190點 千萬大家就苦口婆心 雖然買樓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或者是自己的決定 但是作為財渣師 在 general 其實我都不太介意大家 等什麼武漢肺炎價的出現 因為香港人其實都經歷過了 很難便宜給你的 我會這樣說 很看衡量你自己的財政狀況 如果你的工作很穩固 應該不會被允許 或者不是 我很多財政狀況在手 你覺得可以便去做 我會這樣看 如果不是 平時已經照顧一家大小 每個月都要賭水 其實每一份工 每一份工 可能未必說 那些財幣是夠你工一兩年 都夠財 我覺得就這個想法 沒錯 量力而為 但是我希望 一些朋友有實力 或者是之前想撈底的 就可能真的要想清楚了 因為反修例到現在 其實這個指數上 都是跌了8% 那看著武漢肺炎價發生 其實1月20日到現在 都4個月了 疫情都開始緩和了 其實如果指數計 其實都是不足2% 所以大家真的要 想一想自己的資產配置 自住樓就像阿成哥所說 就量力而為 什麼時候都可以上車的 作為財測師 例如比德林區 在他的選股戰略都有說 投資者最好就盡快 搞定自己的自住樓 再去想一些投資 但是香港的環境 可能會比較貴 香港反轉 反轉 沒錯 我努力做投資 原來就是為了上車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但是某些朋友 我就作為一個提醒 那今天就想說一些利淡利好 兩邊都說 可以給大家一個客觀 以及多個方向去看 第一就是那個波動性 這個VRX的波動指數 總共40%以上就是過分恐慌和波動 過去的一個星期 星期五截止其實已經跌破30%了 你看到一個軌跡 都是開始緩和下去 那這個就是過去四年的走勢 即是說那個波動性 很大機會 接下來短期內都不會再 好像3月那時候那麼波動 那與此同時 在一個經濟周期 一個股市的周期等等 那個信貸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對手願不願意順利 銀行之間拆借 願不願意借錢給對方 那些錢是不是一個流轉 是一個活水 這個就很重要 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視的 就是這個拉薄OICS 你看到4月初的時候 最高點就去到0.61 去到上星期其實已經去到0.35 雖然都比平時的高 但已經高位回落 那反而後 信貸金融危機的風險 已經是這個 相對緩和了 相對緩和了 聯儲局出手太快很準 即是我會這樣說 超過10年的經驗 為何之前 早幾個月 我一開頭分享這些新聞 我一開頭不行 你不是在Chesery 托嗎 即是沒用 但你看到這次很明顯 讓他們吸收了08個教訓 知道 要不就有VIVO 一來就結包你 對 要不就我死命托 沒有 你會看到相對上 英國和美國 這次都做得快很多 所以我覺得 你說銀行危機 是否很需要擔心 我想這兩個國家 相對 相對於 我覺得風險 是沒有那麼大 其他不敢說 但英國和美國 我自己覺得是OK 沒錯 參考一下金融海嘯 曾經去到1.83 上一次港股泰時代那一段時間 去到這個位置 已經過了 但現在已經換和回來了 這些都是你好的訊號 關於不同的周期 信貸的周期 可以看回我們去年的其中一集 都有專講這個周期 可以溫下書 探索這個QR Code 另外一些好的訊息 就是一些 散戶指標 老散指標 有兩個散戶指標 分別就是這個 中文怎樣譯 這個恐慌和貪男指數 已經去到中間位 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看到 由最旺盛 這個標譜五百 二月份左右 上到最高點 即是不認識的 都問怎樣 都想開美股戶口 到3月23日 股市 谷底 現在去到40 即是中間左右 即是反應 就已經是 換和了 那些貪男 和恐慌的情緒 另一個 都很重要 就是這個AAII 這個真正的散戶 的散戶指標 當一個明燈去看 我們會是 即是說如果散戶是 好牛的話 我們要小心 相反現在 都還是 至上個星期三 OK 5月6日的時候 都還是很紅 反過來 其實是 給了我們 一個 安心 安心的情況 OK 另外 就是 Don't fight the fat 不要跟聯儲局作對 這個就是 四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的狀況 你會看到 其實1718就開始QT的時候 美國的QT的時候 就縮表了 OK 的確是縮了 但是呢 去到今年 就非常迅速 就上回來了 這幾個月 看看快成怎樣 快得很厲害 很重要的 因為 其實整個QE三部曲 聯儲局 就增加 這六年間 大概賣了4.5萬億 OK 那麼 QT期間 大概 就減了 都未夠減1萬億 但是 說時遲那時快 3月15日一劑 3月22日第二劑 大海無量 大海無量 正所謂舊債未清 新債馬上來了 好恐怖 就已經上回 最新的6.7兆 6.7兆 即是 6.7兆 即是說 短短一個月 就已經把這六年 一半的QE 就已經是 元銀奉還於市場 你會看到 他真的 用回當年 超級馬利奧 那句說話 What infinite takes 無所不用其極 就可以體現到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為何解釋 疫情都未緩和 今年的營收都不好 Q1Q2Q3 預算都不好 為何這麼厲害 這個真的很厲害 看一看一看 TED都是上 上少少 通常來說 上少少 為何會拉出來炒 有原因 沒錯 真的有實力 說了那麼多利好的消息 其實都要說一下一些 平衡一下 看看一些 引誘 其實就是一些 價值 價值投資者就說價值 不只是當價值 如果我們 簡單的角度去看 過去十年的 平均估值 標普500 就15倍PE 但這一刻 其實已經是 19.9倍 OK 為得全球來說 這裡顯示 較為便宜一點 最少就剩下拉丁美洲 即是巴西為首的拉丁美洲 當然它反彈得慢一點 就是它有政治的隱患 這個是公平的 如果歌舞聲平的話 怎麼會便宜給你買 即是不會有一個折扣 沒錯 投資者要衡量自己 能否消化到 還有時間鏡頭有多長 到標普500 11個版塊 每個都貴 每個都貴 是財產和能量相對便宜 Energy因為公佈了 第一季業績 所以貴到非階 因為它負 但其實未公佈業績 是最便宜的 為什麼我們經常 都不會看PE 或者U做人 因為到後鏡看 是沒有意思 你以為很便宜 原來貴到瘋 沒錯 題外話可以看看 FORGAR 即是未來預期的PE 的關係 便宜只剩下資金 還有優惠 但也算不算特別便宜 即是你也是貴 過大市平均 所以 PART1說 優惠 好像也不算特別好 很厲害 即是如果你按手指 按股值 真的也不算特別便宜 即是比起金融 對 沒錯 好 另外一個利淡 就是當年01年 受訪問的時候 巴菲特也說過 會用市場的總市值 除回GDP的行能 便宜與貴 75至90就為之合理 過8月就超貴 其實10年牛市抗牛便便宜 貴了很久 到2月18日 谷底便便宜 現在也屬於貴 即是價格又下不到 因為他覺得便宜 所以沒有怎樣掃貨 對 巴菲特就沒有怎樣掃貨 聯儲局的電話比他快 都沒有人再打給他求救 這個就可以參考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市場 re-rating 真是很難說 總之就是這個range 大家有一個戒心 我們叫做溫馨提示 標普500其實已經430間公佈了業績 正如剛才Perry所說 這裏有沒有寫呢 不在這個page上 Tag股其實也有微星 Tag股也有微星 當然啦 因為這個納子 唯一現在是正回報 今年 所以它大部分是Tag股 所以Tag股微星是正回報 未升就圍繞了 就算現在最update到8日 各大行的營收指標 其實見到Q1 都要大概-14 Q2、Q3、Q4 都還是全年-20左右 為什麼市場還升呢 就是大家的焦點已經是 消化了price 這些壞消息 很多時候大市 就已經在預期下一年的經濟復甦 所以溫馨提示 股市和實體經濟有時候是可以嚴重地分離 正好似另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19年的A股 去到頭三季 大家有些記憶回想 19年發生什麼事 正正是中國被特朗普的貿易戰打到一跌一跌的一年 但是股市它是最強的市場 這一圖只會到9月 還未到12月 其實全年應該是前一二位最強的股市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得太淡 當然市場是終極都會回到它的價值 所以大家可以溫一下書 就正如這個 德國股神 科斯托蘭尼說過 知不知道我想說哪一句 就是這個 行情 就是來自資金和心理 現在就很明顯 短線看資金很充裕 心理大家的焦點就在2021個復甦 但是巴菲德爾老師 葛拉咸有說過 股市短線是一個投票機 長線都是要計算價值的 所以均值回歸 均值回歸 沒錯 所以大家記住要駐白控制 做好股值 OK 溫馨提示 去到經濟指標的尾聲 這個剛才也有說了一點 超級強勁的浪返費 2050萬 平時都是增長少了幾十萬 十幾十萬 一標就燒了2000個職位 不過 Danny也說過 其實美國無論是股市 經濟的效率很高 我們看他快點上去 嘩 真是開心 有人找我說話 失業率 又是一個天一個地 上一兩個月其實近50年 近50年最好的 就是每天出來跟他說 他由Historical Low 直立即變成Historical High 沒錯 很經典 上個月都是4.7 現在多了10 14.7 OK 稱恨就是初申令失業救濟 每個星期都低 我們希望 新申令失業救濟人數 然後繼續回落 就是我覺得 求審辦法是他們戴口罩 當然 沒有大眼插戴口罩 好像德國法國那些 又出來 最近我復工 不是讓你出街很開心 那些班人又不戴口罩 如果資料一上去 他又說要禁止 那個時候又是插回 又要封城的時候 又插回 其實一些重要指標 我們就看一看 就分別是一些 剛才說了 浪番費用 還有一些 jobless 時薪 ADP等等 時薪比較有趣 時薪就雖然好了 但其實魔鬼在世 細節 不是加了薪 只不過 炒了很多低收入低時薪的朋友 拉高了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事 還有PMI 即是50是勝衰 現在20多是頑皮的 暫時都是頑皮的 今星期要留意的就是 通脹 核心通脹 Retail 那方面的數字 還有 星期三是英國日 很多英國的重要數據 星期三 歐元區 在星期五 德國和歐元區 等等 大家注意一下 最後就是上星期 上星期的業績 有沒有什麼補充 上星期還有70家 還未公佈 500公司 我想會很集中說 PayPal PayPal 在哪裡 好像也不錯 這個 是的 但我覺得要小心 很容易落極心鼻 因為在底下炒了這麼多 早幾天都有同學問 有沒有得升 我說升 不是沒有的 你手指 PayPal說到 反而是上個月 是IPO以來最厲害 然後經濟好 是否應該會夠升 是的 理論上 理論上會夠升 但問題是 反過來 像這幾天 香港那樣 人們可以外出 外出 外出就不會用氣球 你不會叫外賣 其實有機會是會下去 所以 不要說過分地很high 很樂觀 尤其是升降感 我想有機會會 現在的情況 正所謂疫情 始終會好 反過來現在 受惠於疫情 始終都會 遲些就不會延續 又回到時間 回到時間 接力 我要給大家冷水 不是潑你冷水 只是冷靜一點 比德林區都說過 儘量避免熱炒行業的熱炒股 大家耍耗時間有限 譬如說 這一回合你炒完 你是短炒 麻煩你吃了大部分 取消了大部分 你很難捉到最漂亮的位置 沒錯 如果你說不是 我長持那些 我覺得是一個很優質的股 那你就繼續坐 我覺得 反正你的嗜好回去 都是慢慢上 這時候經常說 你最重要的是 你投資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時間 或者適合什麼手法 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我覺得有時候的事情 沒錯 那些大隻佬都八百九九了 開始就零零星星了 標普500 和其他拿數3000公司 標普500 只差70家未公佈 今星期關鍵一點 譬如一會兒收市 就是這個升到兩倍多 這個新化科技股 這個疫苗概念 這個武漢肺炎 還有其他都是小的 就是一代古王Sysco 日本公司兩間 都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今晚收市 Simon也很重要 Simon Simon 因為其實最大 我覺得會有些 guidize給大家 全美國叫做最大 就是MORE的operator 就是管理商場 對 商場管理 所以 希望他被guidize 很多根都不給 會不會有一個 大概他預計什麼時候 會開啟 他應該不漂亮 如果這樣 一定不漂亮 在疫情之下 國家也很殘 看看有什麼啟示 他會不會說 Perry的意思 有多少會開啟 我覺得是重要的 好 今集就到這裡 虎口婆心 今集 謝謝各位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談 拜拜